你知道嗎?你的畫比你想像的更有價值喔 很多人喜歡跟人要畫 理由是因為覺得藝術不能說錢 好像一說錢藝術就不在高尚了 所以只能跟你要畫 可是你畫一張畫肯定是花了無數的精力和時間 難道你的時間和精力都不值錢嗎? 一張畫說送人就送人嗎? 很多人會把跟藝術家要畫這件事情 誤以為是對藝術家的尊重 不過我覺得跟人要畫這種行為是一種羞辱而不是尊重 而藝術家在談錢也不代表心理就只有錢嘛 雖然金錢的價格不能等同於藝術的價值 但有些時候金錢可以代表是一種尊重 如果想要更深入的討論 歡迎來到我的頻道 藝術金鐘罩看完整版喔